我们闹情人的祝贤最早可以追溯到转雪的身上 转雪是散黄无敌里面无敌之意 转雪的孙女叫女修 女修在止步的时候 舔上飞过来一只尿 本着给女修下了个丹 然后女修就本着丹给吃 叫做这么神奇的 女修吃完的丹就怀孕了 生了个娃叫大爷 大爷也叫搞瑶 他被封为恶果四把戒的鼻祖 非常厉害 搞瑶的娃叫薄一 薄一是大玉支税的头好猪手 所以在大玉支完税之后 孙迪在上次玉的时候 玉就跟孙迪说 这次不是一个人干的 叫紧你不要管给一个人发 人家薄一功劳也非常大 然后孙迪一看薄一想 估计仗的也很精神 然后孙迪就跟薄一说 你妈叫我打 那把女子嫁给你 从事你就跟着打滚 所以薄一在付诸大玉支税之后 就去了孙迪的女子 并且开始替孙迪熏要尿收 薄一熏要尿收又干的非常好 孙迪很开心 所以就上次的薄一一个星 赢 这就是赢星的来历 据说薄一还审个国理事长 第一个大净去睡的人 别妈用夜市 就起司年被人同一个大业 大定的时候发现的 这是不是还有点神 薄一省了个二台 一个叫大连 一个叫罗姆 大连有两个选损 一个是蒙熙 一个是种艳 这弟兄亮儿都是尿神 人言 就是会歪欲 能跟尿对话 党成审个国理事长朝时期 上朝的国具 台乌听说 国内竟然还有这种高级人才 所以他就想让蒙熙和种艳 这弟兄亮儿替自己夹扯 台乌显酸了一挂 挂乡非常的好 然后他就去照着弟兄亮儿来 跟这弟兄亮儿说 小伙子你能让赵公子做 那这罐吃罐珠还可以解决对象呢 蒙熙和种艳也挺事实 还有这好事赶紧就答应了 所以台乌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子 分别夹给了这弟兄亮儿个人 蒙熙和种艳也凭借着自己的能力 在赏朝远婚远好 所以老秦人在赏朝 揍得都伤了一个社会 种艳他有个悬损 名字叫种爵 种觉省的蛙叫斐莲 斐莲塔挖是恶莱 斐莲和恶莱这些两人都有兽益 斐莲跑了一块恶莱斤打 这两人就凭借鸽子的兽益 都跟着赏周王混 但赏周王这个人恨黄恨包里 吃了饭可能也不给钱 所以山西暴几那边有个轴巫王就不干了 轴巫王可能就见不得着吃饭不给钱的 尤其是吃干面片不讨钱的 于是轴巫王就跟赏周王说 代表我们暴击的干面片弄死你 所以巫王就罚周了 在巫王罚周了以后 恶莱就让周王给打死了 恶莱塔挖斐莲那会儿刚好不灾 所以就活了下来 这个斐莲除了恶莱这个儿子 还有一个蛙叫姬生 姬生似的比较糟 但是姬生的蛙活着 所以姬生这一子就没有绝后 姬生又有个后代叫赵夫 赵夫生活在轴巢周母王时期 赵夫当时是周母王的时期 周母王这个人很有笨死 他就太该光了 一点让赵夫把他拉着胡袍 又一次周母王让赵夫拉着他一路相信 传说都跟王母娘娘扯传 那就在周母王光的真魅力的时候 又给叫徐远王的一个糟饭了 周母王停了之后赶紧把传一瓶 对赵夫说不吃来 大家赶一回 然后赵夫就驾着扯 一日前的把周母王给拉回来 由于周母王回来的比较急死 大的徐远王也搓手不及 所以这次叛乱很快就被平定了 赵夫也因为驾扯右拱 被周母王凤在了招城 从此赵夫这一子就成了迎新招式 就是紫后占过其兄弟们的招果 赵夫是鸡生的侯呆 鸡生又和熊子叫恶来 由于鸡生的侯人法甲比较糟 糟糟的成了迎新招式 所以鸡生他熊的侯来的侯人 在没有法甲子前曾经挂靠招式昏过 也自称是迎新招式 以至到了恶来孙子的曾孙 斐子这一代 由于斐子骂一样的话 让轴肖网给看上了 所以轴肖网就给斐子了一块地法 这块地法在现在赶祖圣 铁睡子晴睡先附近 名字叫秦一 从这之后 斐子这一字迎新后代 变成了迎新秦始 之后经过了六百多年的法战 这一字迎新后代 就发展成了大秦帝国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兽斑狂魔 钱朵华少咱正格 迎新除了秦昭这两个 比较有名的粉子之外 还有连徐蒋黄良 骂个种喵故 飞和渠等 所以你的星要是在这十四个星里面 那你赶紧回家 反一反你家的甲铺 往上反个撂撒前年 你就会发现 原来你赶紧正格 是十三两千多年的亲戚 尤其是再去饼麻油一看 发现前人前面的饼麻油 竟然还有一个给你有点消 那你就无敌了 你就完全可以在秦始皇 饼麻油博五个门口 立直气壮的大喊一声 呃秦始皇大钱